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中國對美國的軍工企業制裁升級 點名波音和雷神兩家公司的高層 另外, 中國做8億件襲衫 換一架波音飛機的時代已經過去 波音徹底絕望 將原來為中國製造的737 MAX客機轉售出去 外交部宣布制裁美國兩個軍工利益集團 在9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外交部份人無寧宣布 中央決定制裁雷神技術公司和波音防目公司郭英明首席執行官 中國回應美方近期的連串行動 9月14日, 美國參議院外事委員會通過了《台灣政策法案》 方案建議大力加強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方案將交由參議院表決 此前, 美國國務院9月2日 批准項向台灣出售裝備的協議 對台軍售的金額高達11.06億美元 外交注意到這亦是拜登上台以來第六次對台灣軍售 規模亦高於之前的五次 這個協議由雷神技術公司和波音國防太空安全公司策劃 外交的犯人無寧說 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布 特別是817公布的規定 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利益 中國政府決定對參與這次售武的雷神技術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海耶斯 波音防務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爾伯特實施制裁 資料顯示 這次美方對台出售包括60枚反艦導彈和100枚空對空導彈 而各自的主要承包商正是波音旗下的波音防務公司和雷神技術公司 而這兩間公司也是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的主要代表 雷神技術公司號稱是世界上第五大國防承包商 在戰機雷達的生產方面尤其突出 例如F-22、F-15、FA-18大黃蜂等戰機上的雷達 都是由雷神公司所生產 除此之外雷神公司還涉及電子戰軍用設備 衛星感測器、導彈、通訊等諸多領域 事實上雷神技術公司已經不是第一次因為對台軍售被中國制裁 早在2020年10月外交部曾表示對雷神技術公司實施制裁 今年2月初外交部又說 根據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有關規定 中國政府決定對長期參與美國 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軍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的侵權行為實施反制 遲駕不多年雷神再次配合美國政府 在涉台問題上越紅線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的制裁是針對雷神技術公司 沒有直接涉及具體人物 而該公司一而再作為三地充當美國繳局抬開工具後 中方就更明確了態度 首次提出對該公司的個人 即是董事長凱耶斯實施制裁 可以看到這次制裁並不突然 而是更針對性的點名制裁 做一步維護中方的主權 被制裁的凱耶斯 是任雷神技術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周行官 在公司有21年的職業生涯 他帶領之下雷神技術公司也與華盛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之前曾經有美媒報道 從前任總統特朗普到現任總統拜登 他們所展開的對台軍售 很大程度上都是以雷神、波音等為代表的軍工集團 不斷施壓的結果 有分析說以雷神公司為代表的軍工集團 所展開的每一筆軍購 都會產生一個利益回圈 有後續的升級維護 或零件彈藥供應 會為美國軍工集團帶來源源不絕的利益 因此犧牲的是地區的安全穩定 導致地區局勢不斷緊張升級 波音公司亦都是這樣 過去曾經被中共制裁 這次就針對個人 這次對台灣受案的60枚魚叉反陰導彈 就是來自波音集團旗下的波音防務公司 波音公司曾先後多次參與對台軍售 包括6G魚叉反陰導彈 AGM-84H C-LineM-ER增程防空外對地攻擊導彈 MS-110偵察吊艙等 全部都是由波音防務公司生產 我介紹近幾年波音公司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導致大量飛機積壓帶來巨大損失 中國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文化客機市場 在今年曾經進行一筆文化客機的採購 買了292架國內型客機 總共達到2400多億人民幣 但無一例外 都是從法國空中巴士公司採購 而非美國的波音 而波音公司曾經試圖偷換概念 狡辯地說 波音的民航子公司 波音民用飛機集團 和波音防務 分屬於兩個完全獨立的子公司 波音防務對台軍售的後果 不應該由波音民航子公司來承擔 但事實上 波音民航業務 和它的軍工企業有物不可分的關係 美國在南海進行偵察工作的P8反潛機 就是用波音的民航客機改造的 根據公開資料 這次被制裁的波音防務公司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卡爾柏特 在今年就任 波音國防太空安全公司的總裁 在此之前 波培伯特還擔任資訊技術 和資料分析公司的首席資訊官 和高級副總裁 目前外交部還未公佈 具體的制裁內容 而之前對相關人員的制裁手段 包括大不限於 禁止有關人員和他的直系家屬入境中國 禁止他本身和關聯機構和中國交易等等 這是中國自19年以來第四次制裁美國軍火公司 之前已經制裁過女神 劉亞希德、馬丁和波音防務等軍工企業 可以簡單總結 第一 國家回應美國對台的撤香腸行為 不再忍耐必作反制 第二 國家對美國軍工企業的制裁升級 開始點名制裁個人 第三 對跨越軍民兩用的波音影響特別大 他正失去中國的龐大市場 為美國和中國的冷脫勾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觀察者網的一篇文章 就說到波音不但賣不到新飛機給中國 就連之前已經賣了給中國的波音737 MAX飛機 由停飛到復飛之後一直積壓在美國 幾年前波音737 MAX 因為多次意外被發現竟然有問題而停飛 大批造航飛機 因而未能交付 積壓在波音公司 高峰時期大約有400多架 現在是復飛了 總是大約290架波音737 MAX並未交付 其中大約一半 即超過140架是中國訂購 由於中國的民用航空局 還沒有批准波音737 MAX付飛 中國航空公司絕大多數拒絕接收 據說只有零星的兩三架飛機接收了 但主體還積壓在西亞圖波音公司 波音也沒辦法了 恐怕他也收到封 終會再制裁波音的軍工子公司 又看著中美關係 將各位這些職押的737 MAX飛機找後路 因為飛機早已做好 交付不出去收不到錢 大大影響了資金流動 總不計要虧的利息 據15日 波音總裁卡爾霍欣宣布 波音會開始將原來出售給中國 但一直未能交付的737 MAX 放到市場上轉售 他說中國市場依然對波音的未來很關鍵 但對未來一兩年 向中國出售新飛機 就不抱有希望 波音絕望了 737 MAX作價大約9970萬美元 至1.2億美元 以大約1億美元計 這140多架積壓住的MAX 按市價就有至少140多億美元 中國預付了一些款項 但只有最初的訂金 和停飛之前 已經開始製造飛機的後續付款 不過沒有盡量保持生產線不徹底停轉 減速生產之後 只是停了一小段然後又復產 飛機生產的供應鏈很長 真的停下來恢復起來會非常吃力 但這亦意味著 在恢復交付之前 波音用自有資金 占負生產線的費用 資金周轉會非常吃力 沒有聯邦航空總署和歐洲航空安全局 批准了737 MAX復飛以來 歐美航空公司恢復提貨 飛機的續付款和美款都結清 但中國這140架就擱置了 波音一點辦法都沒有 由於中國民用航空局 還沒有批准復飛 航空公司有正當理由拒絕提貨 當然也意味著有正當理由拒絕給續付款 更加不要說說美款 他對本來資金很緊張的波音 他的資金流也面對很大的壓力 要怪美國政府將一切都武器化 他還不斷出招打壓中國的芯片和生物科技等行業 還在國際間搞出很多框架 來推動世界和中國的供應鏈脫鉤 這樣就很難希望中國好喜愛買美國貨 特別豈有選擇的領域 現在中美之間什麼事都高度政治化 波音多番遊說中國民用航空局 開中國復飛737MAX 但是中國民用航空局就是拖著 估計波音已經放棄了 苗到處搞中國 中國拖延MAX的復飛 都是最起碼的行為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說 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瘡石 而波音就是壓瘡石中的壓瘡石 曾經一段時間 中美關係出了問題 中國就會去波音落些大單 硬硬硬改善一下雙方的關係 但是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後 波音沒有起壓瘡石的作用 中國也時不時懲罰一下波音 作為對美國的反制 波音轉上737MAX 可能也意味著 他自己知道 再起不到中美壓瘡石的作用 在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當中 波音飛機和先進芯片 曾經是唯意不可取代的大中商品 其他商品可能金額更大 但就不是無可取代 不過現在先進芯片 美國禁運了 中國也不買波音 美國賣給中國的縮米 液化天然氣的數量雖然很大 但利潤就遠比不上波音飛機和芯片 過去曾經有8億中國製出衣 換了一架波音飛機的時代 但是現在時代變了 中國出口商品越來越高增值 而美國商品也沒有那麼不可或缺 中美經濟的冷脫歐 早已在美國導演之下開始 波音事件只能夠說是 美國商敵800自選1000代表作 另外我會在石榴台時事快評 說到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親中親我有原罪 歐盟和歐洲議會 針對匈牙利的動作多多 把他大量扣減 歐盟援助匈牙利的抗疫資金 而歐爾班就說 歐洲議會只向匈牙利民主倒退 而呼籲削減對他們的資金 是無聊的笑話 歡迎到石榴台 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榴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 來下載石榴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 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睇 我李童和盧永雄 在石榴台那裡不僅僅和大家一起 策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 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何我們叫石榴台 其實石榴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榴台 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 視野更廣闊 石榴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榴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榴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榴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都可以找到石榴台 謝謝大家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